好,接下来看到花莲市幼儿园 3号上午举办了预防灾害复合式的演练 那么由消防局花莲市三民分队的队员 以及傅宣之工来协助进行 那么带领幼儿园的老师跟小朋友们 认识地震跟火灾 小朋友们开心的上课忽然地震发生 小朋友赶紧拿起已被上的防震头套套在头上 并且躲到桌子底下 等到地震停了 老师赶快引导孩子们到户外空旷地区来安置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的地震防灾演练 老师和小朋友们有条不问地展开地震防灾逃生程序 希望真的地震发生时能够确保孩子们安全无余 接下来消防局花莲市三民分队的队员和傅宣之工 也带领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童展开了各项火灾逃生技能操作 加强防火安全的正确观念 今天是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今年度的消防防灾复合式演练 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市消防队以及我们的合作 那我们演练的过程呢 总共有防证的避难 以及我们逃生路线 以及我们浓烟的体验 以及灭火器的使用 以及消防酸的使用 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呢能够经由这一次的安全教育使得我们小朋友对于防灾的观念能够落实生根 也对于我们所有的防灾的路线以及区域的使用都能够有进一步的体会 希望到灾害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的度过 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安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从认识住景器 操作灭火器 到使用消防水柱 还有认识火灾烟雾特性等 消防专业人员的解说 加强孩子们的防灾观念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能够成为防灾兼兵 回到家庭当中 也可以和家人来分享防灾的正确知识 以确保大家的生命安全 借鲁慧欢市报道